在八九十年代没有美颜 没有PS也没有整容 更没有网红脸的时期 有不少美女惊艳之方 而现在很多美女 清一色的网红脸 想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欢迎搜索松昌医美 大足上之 今天大叔给大家介绍一位 日本医美大师 他是神仙姐姐们心目中的 哆啦A梦之手 他叫大足上之 医学博士具体的履历 也不用多介绍了 大足上之 鼻子手术 连检手术 各种除皱手术 乳房手术等 最擅长面部领域的手术 尤其擅长鼻子和连检的手术 除此之外 眼睛和鼻子的术后修复 也是他最擅长的领域 在日本形成外科第一线 活跃了近四十多年的老牌修复名医 堪称眼鼻部修复权威太斗 是日本医美界的天花板 他在接受大叔的采访是说 他最早的职业是 给一些无数的 应先天异常 如口唇 唇恶劣 四肢等先天性 七行 或者后天交通或事故 外伤或手术 导致了组织受损 变形等 而深陷自备的患者 进行恢复治疗的 2019年他从医院退休后 大株医生任职松仓诊所 戴观山大株研究所院长开始专注于医美整形领域 继续在前线造福于大众 凭借几十年的工作经验 给那些没有缺陷的想要拥有更完美的人进行修饰 让他们拥有更美好的人生活和人生 所以他每当想起这些 他感到非常骄傲和幸福 因为他为这个世界创造了美 让有需要的人 有了更美好的人生 大叔在采访中问他 有没有令他非常不开心的医疗记录 他说他亲手制作的精品 也可以说是他引以为傲的艺术品 被其他的人看到了 也想拥有与之相同的容颜 也有的是看到了别的明星的人想要要 但是每个人的脸型和特征是不同的 硬要照搬的话 因为不协调可能会造成形象的毁灭 他无数次的对这些人解说后无效 这是他最讨厌的事情 大众医生对大叔说 他与其他的医生不同的特点是 例如双眼皮的手术 很多医美医生的手术格式是统一的 别的医生二十分钟做完的手术 他需要二十小时 因为每个人的骨骼和组织是不同的 他会根据不同人的特点把他们雕刻出来 他是用医生降人的手法 由头到尾 轻力轻微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会假承他人 让他们成为无瑕疵的精品艺术品 关于眼部手术 不管是切开提肌 还是双眼皮的宽窄调整 大足医生做出来的术后效果 形状都是很自然 线条非常的流畅 丝毫没有肉调感 鼻部手术 大足医生认为最重要的宗旨是 追求不突兀的鼻子 不过于突兀 自然和谐 就是成功漂亮的鼻子 采访结束前 大足先生表示 如果中国国内有医美机构或学校 邀请他去讲学或者交流 他是非常乐意把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 与中国的同行交流和分享的 也愿意为中日医美交流做贡献 同时也愿意为中国国内有需要的朋友们服务 大足医生基本上不推荐 一体材料 灰胶甲体 盆体等 而是使用软肋骨 耳软骨 鼻中隔软骨 真皮脂肪 侧头筋膜等 质体组织来完成鼻部造型 这一点也是大足医生比较坚定的不妥协的原则 因为是肢体组织术后效果自然 无需当心排异 还可以规避掉甲体常见的歪斜 偏移 透光等风险 大足医生的审美非常精准 一眼便能看出你比较在意和感到自卑的点 从而帮助有需要人士进行调整 熟知解剖学 可靠的技术 精准的审美 请大足医生的手就做出来的效果 都是非常精致自然的 大叔问大足先生 他如何看待美这个定义 他说每个人对美的感受不同 例如女性想结婚 最美的就是结婚的时候 也是她最自信的时候 在每个人的基础上 她会应用医术 让每个人得到满足 这就是她的美